嗨,大家好,我Joyce 今天又带大家看这个旧房子了 这种又坡又小又老的旧房子 大家有感兴趣的吗? 今天看这个房子呢 在医学中心附近 是三房1.5位的 建筑面积是1382平方英尺 占地呢,比较大 整个地块的面积是11750平方英尺 而且后面是没有邻居的哦 那么看看 这个房子呢,外面是全装的 里面呢,这边右边的板子是木板 后期如果放心的话 将一把木板拆掉 直接上石灰板 前面,地板,这些不用说了 全部都是要重做 门的话还可以,刷漆就行 这个房子呢,有中央空调 地基没问题 放心后,售价在21万左右 那目前呢,现金折扣价是12万 这个房子还配备了一个车库 也可以把这个车库改成房间 变成室房的 这边是洗衣房的位置 这个屋框呢,是看起来有点下冷了 但是我们一般买这种破房子的话 就是越破越喜欢 因为越破的话,表明购买的价格就越低 然后能够进行人为增值的空间呢 就比较多一些 因为放心来卖的话 就是不管是再破的 还是稍微破一点 还是更破一点的 其实放心的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前面啊,地板啊 门啊,窗啊,屋顶啊 都是这些 但是呢,越破呢 买的价格就越低 但是放心,花的钱是差不多的 这个半个卫生间是可以改成一个权位的 把这个衣柜打掉 所以这个格局的话 三方两位 满足了一般的首次买家的需求 而且医学中心附近 这个地块 增值潜力巨大 地块的价值是远远大于 地上建筑面的价值的 这边出租的话 方秀王后 租金能租到 1,600左右 这个是个权位的 现在呢,由于利息很高 很多在市场上的 几乎都是一些现金买家 那这种破房子呢 一般要求现金交易 不能够贷款 如果要贷款的话 就是那种高利贷 短期的利息比较高的接款 那这些卖家为什么愿意这么低价出售呢 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经济比较结局 急需现金 所以他们又没有钱去修 然后又继续用钱 所以的话 就低价卖了 对于投资客来说 像这种旧房放心的话 利润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房子 这个外墙都还挺好 屋顶不漏 空调是2003年的 有点老 看购买的用途是什么 是持有还是出售吧 如果是持有的话 就收拾收拾 刷刷钱 换换地吧 弄干净就可以出售了 如果出售的话 放心的标准要高一些 这些电线都是比较老的 这种旧房放心呢 建议 一般要有一个靠谱的装修队 要不然的话 利润都全部被装修队也吃掉 那这个屋子后面是没有邻居的 占地很大 这个没有使用限制 而且没有HOL 就是后期 如果要推导重建的话 地块也可以分割 这院子全部都要收拾 这院子全部都要收拾 像这种低价的房源一出来 基本上是秒迈的 在同一条街的另外一个房子呢 我们刚刚过口 现在拿在装修 是购买的时候 预估的装修费用是3万左右 但是实际上装修下来的话不到2万 当然那个是用来长期持有的 所以的话装修标准有点坚定 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旧房如何 如果对旧房感兴趣的话 欢迎参加我的微信 说取更多详情哦